AI除了用來生成圖片 做資料分析 還有做很多的自動化流程之外 今天我們要來教大家 怎麼用AI來製作字體 可以做出像這樣 這樣這樣這樣 這樣的效果 甚至我們可以把字體 變成影片的動畫的感覺喔 往下我們就來繼續看吧 GO 好在開始之前呢 我們先給大家看一下 做出來的範例 大概會長這樣子 這個是我簡單用幾個 Promptor 然後去生成的這些文字 你看每一組的風格 都有點不太一樣 然後還有加上背景 這個基本上都可以直接拿去 當作LOGO來使用 或者是呢 你想要用在影片的LOGO動畫 也是可以的 像這一種看起來比較立體的 你就可以拿去那種 圖身影片的服務 直接讓它文字動起來 轉動啊 或是變成閃電之類的 你都可以去調整 然後讓它變成比較動感一點 好往下大概就這幾種 那我們今天呢 就會教大家呢 要怎麼下這個Promptor 然後呢 讓這個文字看起來 比較豐富一點 感覺就像是有這個字體一樣 好首先我們今天要用到的工具呢 很簡單 就是直接用 ChartGD來生成Promptor 然後來製作 首先第一件事情呢 我們要先確認我們想要的風格 是哪一種 如果你真的自己腦袋 沒有什麼靈感的話 你可以像這樣子 請幫我設計始祖 風格各異 適合LOGO 應用的中文字體設計 Prompt 然後這幾組的風格呢 比如說像是可能書法風啊 抽象風 流動感等等 那每個風格都要有明確的差異 最重要的是呢 你要給它詳細一點 這個Prompt呢 要分開的來撰寫 比如說標題文字是什麼 這邊就是你要輸入的文字 文字排列方向 你要橫向直向 或是像正方形圖片比例等等 這邊都可以設定 重點呢 是下方的字體視覺 外框裝飾 文字質感 文字色彩 細節設計 字形設計 筆法 還有背景設計 這些Prompt呢 務必呢 一定要讓ChartGD 分開去描述這些內容 這樣呢 你得到的細節會比較多 品質也會比較好一點 如果你不知道後面這邊 要給它什麼範例 甚至你把標題這邊留下來就好 比如說你只有給前面 然後後面都不要填 讓它先幫你隨機產生一組 比較好的Prompt之後 然後你再用那一組Prompt 來生成不同的風格出來 像這組Prompt呢 我們一次讓它生成十組風格 不同的來試試看 你看這樣呢 它就會幫你按照不同風格 然後來產生這些Prompt 你就可以直接複製 不同的Prompt來使用 比如說像這個有書法風格 未來數位風 然後火焰風格 金屬立體浮雕風 然後自然藤蔓風 然後銅趣蠟筆風 其實如果我沒有給它特別修改的話 它每次給我的十種 差不多都是這十種 但比如說你這十種看膩了 你等它生成完之後 你可以跟它講說 再給我十種 比如我們來試試看 這樣就能跳脫我剛剛的那十組風格了 不然我今天呢 其實一直重複生成 都是那十組差不多風格的 我們來試一下 龍藤霸氣風 感覺是怎麼樣 我們建立一個新聊天 然後來生成這一組 龍藤霸氣風的文字 有時候ChartGD 它不會直接生成沒有關係 它會開始重新描述 你要的這個內容 更細節化一點 等它講完之後 我們再叫它直接生成 它就一樣會產生那個圖片來 然後我們就等一下看看 我們剛剛那組龍藤霸氣風 生成完了 你可以看一下 這其實真的還蠻不錯的 除了呢 我每次生成這個 生生不息 這個息字呢 上面 還總是用白這個字 不知道為什麼 就一直修改不了 但是偶爾又是正確的 我這就是沒辦法 中文字有時候就是會錯誤 我們必須要呢 耐著性質 慢慢的去調整 以及修改 那沒有關係 你可以按照呢 剛剛生成的這些Prompt 就是一個一個選擇 看你想要生成什麼樣的風格 像比如說那種光線霓虹風 這種應該會比較偏向是 香港的那種招牌 就是比較傳統那種招牌的感覺 還有這種宮廷知景風 童話泡泡風等等 其他都有不同的風格去做使用 那你就可以讓你的文字 看起來更好一點 那除了透過ChartGD 去生成之外呢 其實我也蠻推薦 大家可以試試看 我之前有介紹過了 這個Gimon AI Gimon AI它有分國際版 還有中國版 那我之前影片都有提到 像國際版呢 它目前只有影像生成 如果你要影片產生的話 它是Beta 但是需要申請 不一定會過 像我申請那麼久了 還是沒有通過 到現在還是不能使用 所以你可以在這邊產生影像 比如說像我這邊產生影像 給大家看一下 從這邊生成的文字啊 它會看起來是更浮誇一點 就會更有那種綜藝風格一點 或者是像你看這種 會更浮誇一點 這樣這樹藤風格 跟我們剛剛生成的是不太一樣的 然後你看那種工業風格 有更立體一點 生成起來的感覺是完全不一樣的 不過呢 你要讓Gimon AI這邊呢 要真的按照你的中文字 來生成的這個 Prompt的描述 要更仔細更清楚一點 你看我剛剛其實是給它中文啦 但它一直給我Aless 就是英文的意思 接下來呢 假設我們這樣生成之後 我們把它變成影片的動畫 我們要怎麼做呢 這時候你可以利用 中國版的Gimon AI 這些連結呢 我到時候都會附在資訊欄那邊 就是中國版Gimon AI 你登錄之後呢 會有一些免費的積分可以使用 然後呢 你就可以使用AI視頻生成的功能 這邊我們可以選擇圖片生視頻 像我們剛剛那一組文字圖片呢 把它拉進來這裡 然後呢 我們就給它一組Prompt 比如說呢 深深不息四個字 一開始不在畫面上 背景的龍先吐火後 再由上而下 然後降下深深不息的文字 最後在文字上環繞閃電 我不確定這樣生成起來 會不會像什麼樣子 我們來試試看 除了文字 它沒有幫我 就是由上而下之外 這個火的感覺也是還不錯的 然後有那個閃電的感覺 這個我覺得應該是可以 再修改Prompt 然後讓它更精緻一點點 然後我嘗試了幾個Prompt 修改之後呢 閃電一直沒辦法 很完美的把它弄出來 這個可能要再去詳細測試看看 不過它在試用的時候呢 除了扣自己的積分之外 你可以看一下這個模型選擇上 它有些模型 它是有限免次數可以使用的 就像這個有五次 這個有五次 你就可以生成有十次的機會 那你就可以慢慢去調整 你要的這個Prompt 不用一次把你這個 免費的積分用完 這反正積分呢 每天都會去重新整理過一次 所以你就可以每天來 重複使用測試看看 單大原則上呢 就是先通過ChartGD 先去生成像這樣的文字風格之後 然後看你要直接在這邊產生圖片 或是到極夢的國際版 或是極夢的中國版 然後直接來生成圖片之後 如果你想要做成影片的話 然後再用圖生影片的方式 再把它生成出來就可以了 大家趕快去試試看吧 用這樣的方式呢 應該是可以 創造出不同的文字的感覺啦 看完上面的教學之後呢 你也打算開始來製作一個 AI的字體的logo看看了嗎 大家如果有生成什麼樣 很不錯的Promptor呢 也記得在下面留言分享給我 我也會想要試用看看 那大家如果喜歡這支影片的話 別忘了按讚訂閱分享 開啟小鈴鐺 那我是阿湯 下次再見囉 掰掰